摊掉淹没的高冷地 这里的水下情况是这样的 想要在这里垂钓 必须要清零一块地方出来 这几天的温差很大 今天我们就准备 在这一片清零几个吊点出来 把那个水下的障碍物做一下清零 这样就好钓鱼了 然后今天虽然起来了很早 但是还是感觉到太阳出来 太阳出来才感觉到暖黄 这边一大片 还有那边一大片 全部是高粱地和玉米地 由于涨水的原因 然后很多的高粱和玉米还没有收着 下面的地形然后就复杂了 有这么多的食物肯定会长雨 现在等太阳再升起来一点 暖和一点我们就下水开炸 水下作业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们先补充一下体能 我们的湘西腊肉今天搞安排 腊肉火锅 已经搞好了 早餐就简单的吃一碗 咱们说 吃完饭后两个小时才能水下作业 在这时间里我们用无人机初步了解一下 我们来到了新地方 这里的水温是多少 我们把油测过 现在我们用这个月份的水下 先看一下水温 还有下面的水气 把它先装好 香水 超好 这个银银 这个巧克力必须要酸住 我们这是100米线的 打开手机APP 这是操作画面 看一下 户外的温度 26度多 26度多 我们现在看一下水温有多少 把那个无人机放在水里头 水温直接影响鱼的火系 水面1米的温度21.7 2至3米的水沉 温度下降了1度20.7 水温全是这样的结构 虽然坦平 但是全部是玉米杆和欧凉杆 这样的地方钓鱼真的是没办法 这么大片的淹没去 食物众多 能上鱼吗 既然来了 就要干 给大家直观的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马上下水清理 这次我们用的是呼吸机 也是个潜水的装备 然后玩呼吸机 记得一定要带这个备用品 还有这个电脑 我们现在在安排这个地方 我们将想起来 再 If I 行 小伙伴 软 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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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